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始要先带您到潮州来看这对好朋友 由于对梦想的坚持 选定潮州打造梦想当中的咖啡馆 以一律90分以上的理念 从空地建筑的营造设计 到周边墙面的彩绘 以及餐点的设计等等 全部都一手包办 而店家独家的中西式的精致餐点 以及用红酒杯品尝的冰滴绿茶等等 也都成功的塑造了地方的亮点 富有设计感的外观建筑 彩绘墙面以及英式下午茶风格的中式餐点 全都是有一群好朋友 因为对打造梦想咖啡馆的坚持 所因而生的 我们是一群好朋友 也是一群有梦想的人 经营这家店 那我们是90分的坚持啦 那我们会接受说 任何部分的指教 我们不理我们的目标 就是休息和异象 这就是我们店名的由来 各式各样的造景相片 让人以为来到哪个观光景点 潮州这家咖啡馆 总吸引不少游客前往取景拍照 对周边环境赞誉有加 他的造景有的没有的都还蛮漂亮的 就是一来你会觉得很轻松 就是他的前院你会觉得很轻松 然后这边的造景是非常的 和别的地方都不一样 因为我是住在附近 我住在对面 所以我常常会从这边走过去 潮州人嘛 然后有这样子的环境觉得还不错 蛮特殊的 打造梦想咖啡馆 业者可说是亲力亲为 从找寻空地 建筑的营造设计 到周边彩绘 及餐点咖啡的设置 都由业者一手包办 如这个书柜造景 就是由变电箱所改造的 像那个前面那个电箱好了 因为那个电箱说真的 让我都非常非常的困扰 因为我觉得它是破坏整个门面 因为我不知道电箱会这么大 结果用下去的时候 我就想说要怎么去改变这个电箱 所以这个电箱我就把它设计成 书柜 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 在潮州这一个环境 因为潮州的不管是交通上 什么都便利都非常的便利 所以我非常热爱 潮州这一个地方 那我们这一个地方 是从空地开始去盖的 由于相当多的咖啡馆 都只提供下午茶及清食 一直业者结合自己热爱的 台式料理打造创意餐店 如美味简餐 意大利面 还有专用三成价 来避免食材接触的美味火锅 都是店家独有的特色 我会觉得说奇怪 为什么咖啡店都只有 都只有那个 清食焗烤 因为我自己个人非常非常喜欢 台式料理 那我会觉得说 每次要去这种店 我都会想说 我等一下要吃什么 所以我就会把我自己的台式料理 用在这一个上面 因为我去外面吃的时候 我看很多火锅的部分 它都是用一个碗 就是一个盆子装 那你用那种容器装的话 它就是菜跟肉是放在一起的 我觉得这样子 每次肉夹起来 菜底下都会有血水 所以我就想说 把它做一层一层的间隔 希望给客人的感觉 是不一样的感觉 它食材都很干净 然后分开 它也都很新鲜 食材都很新鲜 我个人觉得这边真的还不错 还不错 那个料也是很多 还可以啊 还不错 店里特别的 除了环境及餐点 还有招牌冰滴绿茶及咖啡 除了成功打造店家特色 专用红酒杯 醒咖啡和醒绿茶的过程 更让韜客大赞感动 它的香醇啊 那种口感啊 我没有喝过 那么好的 没有那么好喝的 真的是 很感动啊 我觉得它烘焙的程度蛮理想的 尤其在焦糖味的衬托外面非常够 很香醇 那对地方的整个那个提升很有作用 尤其在餐饮业的水准 我是觉得这一家的成立 给操作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刺激的那种作用在 那冰滴的话我们把它做成就是我们冰滴绿茶跟冰滴咖啡的部分 那咖啡的部分就是我会去做一个调配适合我们南部这边的气候 因为冰滴咖啡它本身比较厚实 那我把它做得比较清爽顺口 那大家在喝的时候会觉得很舒服 我又可以感受它的花香跟火香 所以喝起来不会有负担的感觉 那我们怎么会想到去做一个冰滴绿茶 是因为说我们总监其实还蛮喜欢绿茶的 可是他觉得为什么只可以冰滴咖啡 那我就尝试了去调配看看 后来研发出来我觉得冰滴其实冰滴绿茶还不错 风味真的不一样 跟我们的冰酿冷泡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算我们店里面的一个独特的风味 独家的特色料理 周边布景以及招牌冰滴绿茶咖啡 希望不仅仅是提升潮州地区的餐饮实力 也期盼能让更多人看见他们对梦想的努力 用90分以上的坚持 将这份感动持续分享出去 评论性我们会听于相思采访报道 还有这位因为热爱咖啡 原本是在科技业上班的何俊朗 毅然的转行创业开启了咖啡店 不但是北上拜师学艺 还到日本学习手冲咖啡的技法 由于坚持良好的咖啡豆品质 再加上纯熟的烘焙以及冲泡的技术 何俊朗手冲的咖啡 仿佛就像有一股魔力 让人一喝就上瘾 他所开设的和缓咖啡 即使藏身在巷弄内 靠着口耳相权 依旧是吸引旧语心之上门 累积了潮行人气 来到平东市宫秦街的小巷中 可以看到一间咖啡店 上头挂着不显眼的招牌 和缓咖啡 推进店门 就进入何俊朗的咖啡世界 从各式咖啡器具 以及柜上放着限量的滤杯 就可以发现他对咖啡的热爱 专注的手冲咖啡 64年次的何俊朗 原本在科技业上班 因为认为在科技业工作 生活品质太差 而且在多年前 因为喝了一杯爱尔兰咖啡 惊觉原来咖啡可以这么好喝 于是在科技业上班期间 利用假日北上拜师学艺 并到日本学习手冲技法 等到技术成熟 他辞去工作回到屏东 把自家一楼装潢成咖啡店 卖起咖啡 中午才一开店营业 店里就有做午休息 他们全是冲着何俊朗 手冲的好咖啡而来 因为这里的咖啡相当独特 顾客可以自己挑选咖啡豆 而且咖啡种类 又编于市面非常特别 这不是啤酒 而是咖啡气泡饮 一综合咖啡手冲后冰镇两三天 待散发出些许的酒香气 再加入西游兔 呈现泡沫绵密状 喝起来有着类似啤酒的口感 让顾客感到相当惊喜 它真的那个气泡喝下去 就真的有那种酒的味道 棉 几些那个气泡下去的时候 是很绵密 然后到咖啡 喝到咖啡 它的那个后韵起来的时候 是很甘甜 对 比较不会有苦涩的味道 而这一个用日本冷酒壶装杯的单品冰量 喝起来有香橙微酸 胡椒香料以及甘草尾韵 同样是燃气饮品 这一款的话就是用沙瓦多 那我们是因为用手冲的方式 我先手冲完之后 然后冰镇 然后大概放个两三天 让它有一点发酵的味道 会带一些酒香 然后用这种冷酒的方式下去出杯 那因为它可以跟冰块做分离 所以在喝咖啡的时候 完全不会因为冰块稀释掉 而影响到它的口感 而这个采用日本琥珀咖啡手法做成 取名Sweet Beauty 利用法兰绒前段萃取浓缩冰镇 再加入鲜奶油做成特调咖啡 后段加水冲出呈现干净淡雅口感 让顾客喝进嘴里 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风味的感受 我觉得它比较像在喝咖啡冰淇淋的感觉 因为它蛮浓厚的 对对对 然后也有带一点甜味在 然后这个的话 我觉得像在喝茶 就是咖啡后段味道 因为有西芝果 所以味道比较干净 这里只卖咖啡和点心 却养出许多死中顾客 除了是店的装潢布置有加的温馨 何俊朗手冲咖啡的好技术 才是抓牢顾客 亦在上门的主音 老板手中技术很好 那就是喝起来口感 就是口感也非常棒 完全不一样 你可以喝到很 就是咖啡 那种应该有的 它都有萃取到尾这样子 我这边手中咖啡来讲的话 我原则上其实在喝咖啡 其实我们只要选择上说 在咖啡的品质要一定 我们不要选到一些 比较不好的商业豆 尽量挑选一下好的豆子 那在手中方面的话 你可以选择一些 比较不同的滤杯 去尝试说你自己想要的口感 因为其实喝咖啡在风味上 其实每个人的喜爱的口感 风味完全都不一样 那你只能说慢慢去找 你说你想要自己适合的味道 那可能要去串 那我这边可以提供很多的器具 包括手中壶 滤杯 包括不同的咖啡豆 不同的手中手法 我都可以提供 让你喝喝看 让你觉得说 你觉得你自己想要的味道是什么 何俊郎说 屏东拥有很好的咖啡生豆品质 而且有越来越多人喝手冲咖啡 他希望能永续推广手冲咖啡 给更多人认识好咖啡 因此利用上午时间开班授课 希望把烘焙冲泡的技术 让更多人学习 屏东新闻菜类滑流渐容 采访报道 屏东市的早午餐店竞争是非常的激烈 至少有20家的品牌打出了名气 其中的GucciGucci早午餐 坚持选用新鲜食材 不使用化学添加物 让顾客吃的满意又安心 再加上带有英式乡村风格的舒适用餐环境 CP值很高 也难怪业者不怕竞争 现在要开启第三家的分店 服务更多的顾客 作物虚习的画面 证明这家早午餐店的超高人气 三五好友 全家大小 或是正在爱恋中的男女 不分年龄层的客群 都爱上这里的美味餐店 以及舒适环境 英式乡村风格的装潢 让人置身其中用餐 会不由自主地感受轻松悠闲 而丰富的餐点种类 能满足多元顾客需求 餐点上桌了 这家人点了几列猪排拼盘 以及香草鸡肉卷佐咖啡酱 不管是沙拉 主食或是甜点 都让顾客说好 支撑CP值高 餐点还不错 今天点了咖啡酱 蘸起来还蛮好吃的 吃起来不会很柴很有味道 他餐点比较多样化 然后价格也不贵 CP值还蛮高的 然后环境还蛮干净 然后也有冷气 在屏洞这么热 有冷气才还吃得下去 对 改荷架 怎么说 可以大概行动地上 就是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不一样的是 就是他很丰富 他有薯条 有那个沙拉 很好吃 那价钱呢 不贵 一百多块而已 所以你最爱心力就很好吗 嗯 这里有相当多点菜率高的人气餐点 像这一个蒜味嫩鸡拼盘 业者说 所有的食材都能够让顾客吃得安心 别看这普通道不行的滑蛋 业者选用的是经SGS认证的蛋上供应 滑蛋上像是椰子球的 其实是比利时进口的马铃薯花 手工面包采用的是有高品质的面包厂商合作 至于鸡肉是当天现宰的温体肌 吃起来细致滑嫩 加入蒜香奶油调味加分不少 那你看到上面的酱料的部分呢 它是滑油蒜蓉酱 它其实做法很简单 只是我们一般外面在做 为了节省成本都会用天然 用能工奶油 那我们使用的是天然奶油加上新鲜的蒜 下去煮它才酱的特色 至于沙拉食材 除了是当天新鲜采买 优格酱也是利用天然食材调制 为的是让上门的顾客吃得安心 沙拉酱的部分是我们 每天新鲜现做的优格酱 那优格的部分 我们是从牛奶自己做发酱 所以这个部分它的成分就很单纯 只有牛奶加上酱母菌而已 那我们整个拼盘的呈现 也是希望让客人知道说 第一个吃的一定是比较安全 跟健康的东西 业者说食安问题严重 更应该为消费者吃的安全把握 秉持着做给家人吃的理念 从食材选购到烹调料理 一切强调天然健康 无任何的化学添加 这或许也是店家 能在激烈竞争中 深受消费者喜爱的原因 我们的餐有很多都是自制的部分 那强调的就是原食材的供应 让客人吃到的都是非半成品的部分 那这个比较有别于一般的早餐店 原物料的提供 那像我们有很多客人喜欢的商品 我觉得从商品到环境 这两个点是最重要的地方 那当然还有一点点小小的服务 可以提供客人在这边用餐的时候 是很舒适的一个环境 从打造舒适用餐环境的微小细节 以及对食材安全健康的坚持 都看得出业者的用心 难怪经得起早午餐市场的激烈竞争 除了贫东市大同北路 以及民族路上的两家店 业者还将在自立路开设第三家的分店 服务更多顾客 也为自己打造餐饮王国的梦想目标买进 贫东新闻蔡理华卫德伟 采访报导 把镜头转到内蒲吧 内蒲水门提访的附近有一家这个pizza店 没有特别留意的话绝对会错过 老板叶芳君原本是在台东兰宇卖pizza 因为朋友的关系 他把店面搬到了水门 这个叶芳君他很特别哦 他说制作一份pizza需要30分钟 不过因为他喜欢边做pizza的时候 边和顾客来聊天 有时候聊到很开心 还会忘我把这个pizza给烤焦了 所以他开玩笑的说 品质不稳定就是他店的最大特色 不过在屏东开店两年多来 还是累积了不少忠实顾客 将发酵后的面团擀成圆形 再放入满满的食材 接着送进这个特制的烤窑烤10分钟 这皮薄料多实在的pizza就能上桌 老板叶芳君在爱聊溪水门堤房的对面 开了这间pizza店 虽然附近商家不多 民众路过容易错过 但如果被这个色彩鲜艳的摇烤炉吸引而来的人 就会发现里头别有洞天 叶芳君为顾客打造一个可轻松惬意 与亲朋好友用餐聊天的舒适环境 颇具南洋风情 从利用纸盒制成的菜单 与室内布置都能看出这位老板很有个性 就连介绍pizza的特色都令人印象深刻 我的特色就是品质不稳定 之前讲过 那品质不稳定就是品质不稳定的好吃 就是有一点好吃普通好吃跟很好吃 品质不稳定是这间店的特色 但叶芳君很有自信地说 不管多不稳定 他做的pizza怎么烤都很好吃 而且最重要的是客人的心情 心情好就会觉得特别好吃 这么说起来好像也有道理 不过这pizza藏起来到底味道如何 来听客人怎么说 起司很香 然后脆皮 然后就是跟一般那种素食店的不一样 对啊 最常吃的是哪一种口味 最常吃的应该是薰鸡吧 还有素食的 那素食的pizza 素食口味的pizza很好吃 网络上看到了 然后 然后就想说进来看看吃看看 结果还不错吃啊 觉得它的pizza的特色是怎样 很脆 跟一般的不一样 它这边吃起来是脆脆的 它的皮是脆脆的 跟外面的差别是在这 最喜欢点什么口味 最喜欢哦 鸡肉啊 对啊 还是黑胡椒啊 都有 这间店除了卖六种口味的pizza 还有棱饮冰品 其中以在地新鲜水果制作的优格奶昔 最受消费者青睐 叶方军说 他是台北人 也曾在台北工作 30岁时辞去工作到澳洲打工 喜欢旅行的他 后来就到兰宇卖pizza 但兰宇店租不但涨价 在屏东朋友的劝说后 他就把店搬到水门 现在开店最大的理想 就是向顾客介绍 平北好风光 因为我是个很爱旅行的人 然后 虽然我是外地人 但是我希望 我有两个 我有个想法 我希望可以介绍更多人 认识平北这个地方 那我们平北有漂亮的 可能山景啊 然后瀑布啊 还有很漂亮的沿山公路 跟很美的凤梨田 那我希望透过我是旅行的人 我要介绍给很多的北部人 中部人 外地人 还有外国人 背包客 我希望让他们知道 屏东不是只有肯定这一条路 店里放了许多介绍屏东的书籍 叶方军说 他希望来到这里的顾客 能透过这些书 认识更多属于屏东的美好事物 至于为何选在堤方旁开店 他说虽然偏僻 但这可以让他实现梦想 开一间有温度的店 这里没有城市繁忙急促的步调 叶方军说 这样可以让他好好的烤披萨 不过因为他没请帮手 所以客人太多他也坐不来 建议顾客先打电话预定 而且因为他很喜欢旅行 所以开店很随性 想来品尝摇烤披萨 最好先打电话询问有没有营业 以免扑了空 品读新闻张如荫刘建荣 采访报导 好这品质不稳定的特色 还真的吸引了许多人特地去品尝 这也算是业者的意外收获吧 品尝完了披萨之后 接着要为您介绍的是 在万丹的西环路上 短短的一公里 有将近十家的牛肉汤店 其中十家肉店 虽然不是最早开的 却算是易军突起 生意还不错 店家就强调 因为他们都是用当天 现在最新鲜的温体牛肉 所以吃得到新鲜 所以开业十多年来 也培养了不少死中的顾客 将分量十足的温体牛肉 放进滚烫的汤里 穿烫数秒后就捞起 再咬入牛骨汤就能上桌 这看似简单的牛肉汤 就是万丹西环路上 这间牛肉店的招牌料理 吃过的顾客都赞不绝口 简单的牛肉汤有着不平凡的美味 业者强调 因为选用每日现在的台湾牛肉 软嫩中又带点嚼劲 搭配以牛骨及十多种中药熬煮的牛骨汤 并加入自己种的九层塔来体味 新鲜美味 客人都吃得到 我们这个牛肉是温体的 像现在的 都是本土的 当天早上都是差不多五点多 去高雄 三五十多 汤的特色就是 中药差不多十几种 十几种落后三点钟 三点钟又用牛骨 用牛骨下去熬 这道极简的美味 掳获不少饕客的味蕾 为了迎合在地人的需求 业者早上六点就营业 一碗牛肉汤配上白饭 成为万丹的特色早餐 就是觉得口感还可以 觉得还适合 早上吃一下比较有营养 做工作比较有力气 你为什么喜欢早上吃牛肉汤 因为比较有体力啊 其实在万丹西环路上 短短一公里就有 净十家牛肉汤店 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 脱颖而出 业者表示就是牛肉够新鲜 出了牛肉汤 用料丰富实在的牛杂汤 也是店家的必点料理之一 另外还有各式牛肉炒 觉得能大大满足 喜欢吃牛料理的民众 下回宁若金箍万丹 不妨也来品尝 新鲜温体牛肉的鲜嫩美味 评论新闻张如荫有见荣 采访报道 另外我们到潮州去去吃吃 这个会让人耍取的零嘴 原本只是朋友之间的聚会 才特别制作的美味熏茶鸭 在亲友口耳相传下 竟然成为了潮州人气的 隐藏版的香弄美食 即使是在自家贩售 没有招牌 却依旧是订单满满满 想要品尝这美味 还得要好几个月前先预订 才有机会吃得到 就离原本在科技业上班的两个女儿 都因为不舍父母亲的辛劳 就辞去了工作 专门回乡来熏茶鸭 全家总动员有的拔鸭毛 有的负责清洗鸭子等 这里是一般住宅区 但里头却有韜客指定的隐藏美食 原本只是亲友间相互交流的美味 却因为口耳相传 让家中短时间内就涌进满满订单 起初是就是学起来都是做给家人朋友吃 家人朋友吃 然后就是很多亲戚朋友 就吃了之后就觉得说 可不可以拿出来卖这样子 所以才慢慢的就先做宅配菜 老嫂就预定购买的熟客 特地前往业者家中取货 强调这熏茶鸭真的是潮州隐藏香弄美食 业者的独家秘方搭配手工制成 熏茶鸭不仅肉质鲜甜 口感也相当浓郁入味 就连吃到剩鸭骨头都舍不得丢掉 让人顺指回味 也是朋友介绍 然后我来吃了又哇真的不错 想弄美食吗 这个真的是潮州的美食 隐藏版的真的是隐藏版的 连那个骨头都可以 就是都有那个味道 对啊 比方说吃了连那个骨头都可以 大姑母你在外面吃 没有这种口味 很少 熏的味道没那么重 很少 对啊 然后里面是一定有放骨骨 就是独家的一些配方在 从原本的家庭小菜 到现在宅配订单不断 业者的两个女儿 也不舍父母亲辛劳 辞去科技业工作返乡 全家总动员一起巡查鸭 想说这个 这个也 爸爸妈妈也有同期 对啊 然后是真的很费工 然后干脆回来帮妈妈 因为做的口碑蛮不错的 然后量一直在来增加 他们两老是做不来 不完全做不来的 不会那个啦 上网不会 他们也不会用网网 由于没有店面 因此订单多半才电话订购 而现在女儿也已经架设 脸书粉丝团 提供网络销售 期盼着独家的在地香弄美味 能让更多人知道 屏东庄不停于相思采访报道 好 看完了今天的屏东美食APP 节目之后 您是不是有股冲动 想要去品尝这些美食呢 相关的店家资讯 您可以上到YouTube 搜寻屏东美食APP来查询 非常谢谢您的收看 屏东美食APP 我们下次见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